和弦的5度音 今天來介紹和弦的5度音在指板上的相對位置 我們先討論跟音在第5弦的時候 5度音的相對位置 現在我用第5弦的第5格D這個音來舉例 我以這個音為跟音 它的5度音的相對位置就會在第6弦的第5格 現在我獅子按的這個位置 注意看喔 我的中指按的是跟音 這個就是5度音 所以如果把這個相對位置移到第5弦的C這個音 那它的完全5度就會在我的食指按的 同一格但是在隔壁弦 相對的這個位置就會是它的5度音 我們回來D這個位置 剛剛講的D以及它的5度音 另外一個5度音的位置會是在 我現在用另外一隻手食指按的這個位置 是在第4弦的第7格 假設跟音在第5弦 這個就是在第4弦上面的相對位置的5度音 這個就是在第4弦上面的相對位置的5度音 就是在第4弦的這個音 聽聽聽看喔 D這個音是跟音 它的5度音至少你知道有3個 這個5度音 以及這個5度音 以及這個5度音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5度音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5度音在第3弦上面 這個相對位置比較難體會一點 但是還是存在的 注意看喔 這是跟音D 它相對位置的5度音在這裡 我用另一隻手的食指按的這邊 請把這個相對位置背起來 但我們實際上 最近會用到的會是這一組 跟音跟5度音 以及跟音跟5度音 通常我們說5度音的時候 指的是完全5度 其實有時候你會遇到的是 就是-5度 那-5度你可以這樣想 這個是跟音 這是完全5度 -5度是一個比 完全5度在低半音的音 這個是跟音的話 它的-5度會在我現在實質按的這個位置 聽聽看 聽起來很奇怪的感覺對不對 你可以用一些方式去形容它 有人說這個是音弦 或者是微弦或不和諧 再來是跟音 這是完全5度 它的-5度在這邊 接下來是跟音在第6弦的時候 5度音的相對位置 另外一組是 假設跟音在第6弦的時候 它的完全5度 我們已經沒辦法再往 更低音的那根弦去推了 因為第6弦目前是最低音的這根弦 最低音的這根弦 它的完全5度的相對位置會在這邊 我現在用無名指按的這裡 隔壁弦 然後高兩格的這個位置 那你也可以這樣看 第6弦的第5格 A這個音 為根音 第一弦的第5格 這個音也會是A 它的5度音在第二弦的同一格 就是我現在的食指所按的這個位置 所以 所以 當第6弦的第5格 這個音 為根音 它的5度音的相對位置有 這裡剛剛講的 第5弦的第7格 以及 同一格 同一格 但是第二弦 這都是它的完全5度 它的另外一個5度音 是在第4弦的第二格 把這個相對位置記起來之後 你還能夠快速的反應 例如說這個A 你還能夠快速的找到它的 相對位置的5度音 我們現在試試看 如果把根音 三度音 跟五度音 加在一起 會有哪些彈法 現在以第5弦上面的D這個音 來做範例 這個音 為根音的時候 我要同時彈三度音跟五度音 假設我要彈一個 D的大和弦 我們之前已經講過 根音 它的相對位置的大三度在這裡 就是我食指按的這邊 剛剛說到它的完全五度 在我另外一隻 手指頭按的這邊 根音 然後大三度 以及 完全五度 我要壓的是這三個位置 可以用這個方式來按 中指按的這個位置是 五度音 無名指按的這個是根音 食指按的這個是大三度 同時按的這三個音 右手同時播這三根弦 這個是D的大和弦 如果是Dm 你會發現你只要把這個大三度 改成小三度就可以了 所以根音在這裡 小三度在這邊 完全五度在這裡 彈起來會是這樣 其實不限定用什麼手指頭去按 關於Dm的這個按法 我比較習慣用 無名指來按五度音 小指按根音 食指按它的小三度 彈起來是這樣 我們剛剛也說到另一種 五度音的相對位置 當根音在這邊的時候 另外一個五度音在這裡 注意看囉 所以我用小指來彈 根音 四指來按五度音 這時候我用無名指來按大三度 這是一個D和弦 如果我要彈Dm的時候 注意看喔 把我無名指按的這個大三度 改成用中指按的這個小三度 這個按法其實會有一點撐 並不是很好按 但是還是有它的功能 好囉 這個就是Dm 好囉 這個就是Dm 我們現在試試看 以第六弦的第五歌 A這個音 為根音 它的五度音在這邊 但是你會發現 如果我要彈這個五度音 我要彈A和弦的時候 A1的大三度在這裡 這個五度音 就沒有辦法跟大三度同時發聲了 所以我可以使用的另外一個五度音 是這樣 A1跟它的五度音 另外一個五度音的相對位置 在第四弦的第二格 在第四弦的第二格 這個相對位置記好了 然後大三度 這個就是A和弦 如果我把這個大三度改成小三度 它就是Am 其實我也不常用這個方式來按 按起來蠻累的 我常常彈的方式是這樣 遇到A和弦我可能會這樣彈 A和弦 或Am我會這樣彈 或者是我放棄大三度或小三度 直接彈A跟它的五度音 但要注意 所以當我這樣彈的時候 就沒有大和弦跟小和弦的分別了 到目前為止 你應該已經會了幾種彈法 就是簡易的大和弦 簡易的小和弦 以及剛剛介紹的 只彈跟音跟五度音的這種和弦的彈法 現在來講 Thinking Out Loud這首歌 它的和弦進行蠻簡單的 但是做這首歌練習的時候 我就不唱了 因為這首歌每幾秒鐘 就要尖叫一次 唱起來很累 它的第一種和弦進行 是以兩個小節為循環 第一個小節有兩個和弦 分別是D和弦跟升Fm 第二個小節的和弦是 G和弦跟A和弦 現在來彈一下A弦的 Thinking Out Loud 第一個和弦是D和弦 我可以用這個D和弦 我們先來彈一個 沒有三度音的版本好了 D和弦 所以當我們看到譜上面寫的 下一個和弦是 深Fm 我們就忽略它是 深Fm或者是深F 只要注意它的跟音是深F就好了 加上它的五度音 再下一個小節的和弦是 G和弦 G在這邊 它的五度音 A A 跟音移到A 弧度音 這種按法很像 彈電吉他時候彈的power chord D和弦 D和弦 再來 深Fm 我用這種簡化的彈法 再強調一次 這樣彈法是沒有m或m的分別的 G A 把它套用在之前講過的 常用吉他節奏E 第一個和弦就彈在第一拍 第二個和弦會彈在第二拍的後半拍 來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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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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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4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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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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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和弦是Em彈一個小節 下一個小節是A彈一拍半 然後Bm從第二拍的後半拍彈 彈到第四拍結束 所以聽起來是這樣子 1 2 3 4 你也可以用這個位置A來彈 然後A Bm 你用這個B和弦 所以彈起來會是這樣 1 2 3 4 你可以選擇這個彈法 或者是剛剛留在比較低的把位 這個彈法都是可以的 第三個小節一樣是Em彈一個小節 第四個小節是A彈一整個小節 第五個小節還是Em 第六個小節是先A再Bm 第七個小節是Em 這些都沒什麼問題 再來是這首歌裡面有兩個比較有特色的節奏 注意到第八個小節是A 但是它的拍子是要彈在 一拍的前半後半都要彈 第二拍的前半後半都要彈 然後第三拍也要彈 第四拍就不用彈了 所以是這樣 1 & 2 & 3 第三拍彈以後把聲音悶掉 pre chorus 的第八個小節是這樣子 A和弦注意喔 1 & 2 & 3 4 現在我把整個pre chorus 八個小節彈一遍 這樣子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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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是副歌 副歌的前八個小節 跟主歌的那八個小節是一樣的 就是 D CM M G A 這樣循環 循環個四次 八個小節就過去了 但是它最後的兩個小節比較特別 它後面倒數第二個小節是 Bm A G D 各彈一拍 你可以這樣彈 Bm A Gm E 各一拍 後面一個小節是 第一拍是Gm 第二拍的前半拍是A 後半拍是Dm 所以是這樣 1 1 2 3 4 Dm 這個和弦要撐到整個小節結束 再一次喔 副歌的最後一個小節是 1 2 3 4 & 從倒數第二個小節彈起來是這樣子 慢一點 1 1 2 3 4 3 4 再一次 1 2 3 4 1 2 3 4 我們現在彈一遍主歌的和弦進行 現在我要來示範 用根音 五度音跟三度音的彈法來彈這首歌 首先第一個和弦 低和弦 我可以用第五弦的第五格這個音 D來做為一根音 它的大三度在這邊 相信大家已經知道了 它的五度音在這裡 這是低和弦 當然你也可以用第六弦的第十格 比較遠 這個音 那它的大三度在這裡 完全五度在這邊 但這個彈法比較難彈 我會選擇用第五弦的第五格這個音 低和弦 再來是深Fm 深F 它的小三度是第五弦的開放弦 我乾脆就放棄它的五度音了 或者是彈第五弦的第九格 第九格這個音是深F 你可以彈到 這樣它的三度音 十指三度音 深F 跟音 再來是這個中指按的五度音 它就會變成這樣 D和弦 再來是G和弦 如果跟音都在第五弦上面的話 G這個音跟音是在第十格 大和弦所以是G跟音 然後大三度完全五度 A跟音會到第十二格 所以整個和弦進行會是這樣子 雖然歌音都在第五弦上 但是我覺得這樣彈蠻累的 所以事實上我會想要採用這個彈法 這個D 然後深Fm 然後G 我們來試試看喔 彈它的主歌的和弦 這個和弦進行在副歌也會出現 1 2 3 4 4 蠻無聊的 就這樣一直重複了 現在來彈一次Precurus的和弦進行 再來是Precurus 第一個和弦是Em Em會用第五弦的第七格 把這個音做為一根音 然後 食指這裡是小三度 這裡是完全五度 Em 你要這樣按也可以 A用剛剛的A 再來是D和弦 所以是 看喔 下一個和弦 Em 2 3 4 A 2 3 再一次 Em 再一次 A E Bm 整個來一遍 所以Precurus的和弦可以這樣彈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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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3 4 1 2 4 4 再來是副歌 現在來彈一次副歌的和弦進行 副歌前面是 D C 4 4 G 8個小節也就是循環四次之後 Bmine A G D A D d D E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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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试试看整个副歌的和弦是这样子的 1 2 3 4 现在是第二边 来 第三边开始了 第十次了 Hello 中文字幕 李宗盛